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也会看回最早那部片有一句话产生了我们这么猛烈的批评 一起看 所以你们投梁天琪一票我都觉得我不是很反对 坐很多牢 这牵涉到梁天琪的问题 那些人捉我一句话就说我支持这个真好 哪个有我这么坚决 反对 上次新冬补选是如何承认的 新冬从来 我现在不再说 我是说我赞过谁 是赞过楊岳桥 赞过万必是无数次 新西我是赞过王浩铭 真是无数次 我不知道的 原来昨天蕭瑶瑶去帮王浩铭 我说一段话说什么呢 我说 如果你们这些人都要支持梁天琪的话 你就要看看后果如何 我不会反对 因为你们会受到很深刻的教训 那些人结果只做了半年 拉勾了去坐牢 现在坐牢就坐六七年 也有普选过 普选过又是泛民赢 一对一又是 席位又落在泛民手上 有些人你不让他试过不消过 他不知道他手指痛 原来选交完 原来支持这些行动 是会坐这么久的 当然 长毛是不需要说的 长毛是我的四党 或者新东里面还有一个长毛 长毛是我的老友 从来都是 大家会看到他最早的那套片 他有一些含糊的 我在帖子里也写了 他就说 你们投票给梁天琪 我都不是很反对 老实说 他在赢了 后面 我听到这句你们的时候 我们就 火都离了 变成52个A就发癫地骂他 53个A就他 当然53个B就会再形容他 在赵士迁那里 再说他怎样同情 同情这个点 他没有回答我了 没有回答我了 那53万又给了 是的 那他 但继续是同情 他很喜欢同情梁天琪 是的 接着他在7月4日 我们刚才展了给大家看 他的解释就是 我一直都支持长毛的 一直都支持万必格 我一直都是和平利性非暴力的 那这个效果呢 就有部分萧嫚粉觉得大解脱了 啊 终于萧生解释了 但是始终就是说 我在这个Status指出一件事情 就是说 你在6月29日 你说不介意你们那个你们 究竟指什么呢 是指着萧若元的支持者 指着那些看这套片的受众啊 还是你们勇武派呢 7月4日的解释就是 好像说到你们就是勇武派 但是现实看这套片的人 会不会这样解读呢 那么很多 不是 因为我们这样骂 但是事实上就不只是我们这样骂的 很多普通网友看完都说 啊 很恶言啊 都觉得很奇怪 那个你们是解读了就是看 不是 那个你们你可以这样说 我当你有3万view 基本上你怎么会有这么高view呢 全部都是萧嫚粉 我当占2万是萧嫚粉 有一万是用武派来装啊你 那么那2万萧嫚粉就听了你说的 我们做节目我们都会和黄教粉丝说的 你们黄教粉丝说的 那我说你们一定要加上你们黄教的粉丝说 你们的黄教徒 你们的黄教徒是黄教的 一定要加一些的罪述 才知道你说什么的嘛 那不是就变成很容易 你们都黄教的 那就变成我骂我的听众 是的 但是如果说你们黄教的 都是黄教的 还支持梁天琪 那就 那就不是在骂看片的人 是不是 因为我都会懂得这样加罪述的时候 老蕭你不够懂 你真的会不懂 不合理咯 对不对 就是不合理 因为你给人的感觉 你这个含糊性 已经你应该要和我们这些听众说对不起 你们这些人 甚至有人说叫我和老蕭说sorry 我说不会 黄教的 你老蕭你说话含糊 那你说真的那句 你这个同情都没解释 这个为什么要同情他呢 同不狠狗疫情啊 我们虽然第三集说这句话 就是说你这段说话 骂了现在是第三集 但是这个我们的立场不会变的 正如你说你什么支持 你绝对非努力的立场不会变 你说的 现在变了 变了的原因就是 你同情我那些实行非暴力的人 实行暴力的人 是不是 喂 那你黄台仰 浩浩荡荡去带领去光伏 是不是有人穿心去踢人后腰骨啊 踢阿伯的后腰骨啊 我当时骂了不得了的老师 是不是啊 你是不是骂了不得了 你为什么 为什么会有那些人去踢阿伯的腰骨 为什么 那个小女孩会吓到哭 喂 旁边的人真的像你那样蒙面的嘛 但是蒙枯露骨头啊 可发布是 喂 那我小女孩看到的 又蒙面带枯露骨头 就吓了 你都 蕭若元你都骂了 很容易找的嘛 2015年 3月里的片 你就骂了别人的 现在你联敏和台仰良天奇 什么联敏什么嘞 联敏什么嘞 联敏什么嘞 你做了这些嘞嘞出来 你犯了法 我只能联敏你这么大过儿子 读这么多书 做这么嘞嘞我不够 我联敏你老爸老母 我不会联敏你做这些罪行出来的嘛 老师傅你联敏 为什么联敏他们这些东西呢 联敏他们错了十个 浪了他 这些嘞嘞 读了这么多书 做了这些东西出来 就是嘞嘞你一阻里 应该都拉出去填海 不是呀 问题是 现在你们都吊我说 说 肖越元有苦冲这个浪述 你就吵我 苦什么叻补啊 是 我可能都要修正了 因为Berry妈 和林康正 竟然和我们同一口径 都说 本文前这些青睏很可怜 迟igger 是在保护 是什么什么事啊 李鸿鸭 Berry妈给你掃地充满 这些都算是你掃地充满 不租地充满 就是好像又说 林康正我们不说他 好像不妥他 嗯 好像而已 做出来 但是现在你的行动是一致的 什么什么事啊 你说过的嘛 搞社会活动 你一定要和那些的 闲死不相信绝对非暴力的人 完全缺隔开去的嘛 但是你现在同情他你就不是缺隔了 你同情他嘛 就是你代表了 喂你如果在投票 你真的有一些的支持者 嗯 真的按钩钩钩 就看完你说话 没有提醒他 接着听到 听到在 在9月4号 3号那天说 他们高急 差一点点啊 对啦 差一点点啊 对啦 这样的同情会变什么啊 变当选 不懒同情就不懒同情得啦 你这样的说法 你那里有 你最大的前隆 十多二十万的人 听你说话 普普通通几万 我几万人的里面 有 十个percent 或者五个percent 我损几千票 就是同情他 就是 就是他差一点点告急 不是 但是其实不是告急的 他是不是都告急 你知道陶锦生最流行的啦 他学陶锦生 陶锦生这些真的很聪明的 会一届都 那就是 不是网犯网 是 虽然陶锦生是值得骂的 这种东西 是不是都告急 你高何分 但是这些这么好的事例 黄台阳学习了那怎么办呢 是 就是梁天琦学习了 接着尾尾又告急 接着你那些支持者 有点点同情啦 是啦 那就变成选票啦 成事啦 那我们是绝对 不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的嘛 就是这个是 我只是讲道理而已 我不管你有多大声势嘛 是讲道理就是道理 道理就是 这个同情 是有可能有potential 变化为选票 就是你 可能五六万人听了 可能我失一千票给 你过了去 但是你想想黄阳达 都是欠二千票赢 上届欠二千票赢的嘛 对吧 就是如果一二千票 我都不知道什么事 就是不容许咯 那一二千票就讲 广东 广东公安明天很准啊 是 其实听不听明白呢 唐边河当年其实就是 认了 在一二年选举前 他就离开了议许公民 有几个月他就参加议议议公民 那他最早期的议议公民的参与者 但是就是黄阳达 在那儿向着那几个一起开谈的 会议议议 就是 三四个月 他预计自己会欠二千票当选 欠二千票落选 最后是那样东西是落实了的 认议不议议公民的 黄阳达是先知 你信不信呢 因为黄阳达的票是共产党 共产党 计计清楚了 知道怎样戒他 一个又一个 严奉之街 2012年的黄阳达 加谭香文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共产党 精心策划 是的 所以我们咬前线 有选举数字 2012年的选举数字 证明到的 谭香文 加上他后面一大堆陷家产 谭香文有网台节目啦 不算我的网台名 但是那个网台节目呢 叫做什么东西垃圾最前线 就是前线啦 又滑去 又回去 是不是 整堆陷家产 狐贫狗党 跟着那个垃圾狗屎网台 有羊羊上去 有我们早那几宅 骂那个不知道什么 毅文軒 不知道什么 一块狗屎 一大堆垃圾 全部都是因身港帮底啦 不讲那个网台名 特意不讲 因为这些全家产 就是胡贫狗党 四年前呢 就是要 无论计算 都是阻止黄阳达 就是遇到他赢得少 因为要 一不可以被他搞死 邪惟俊啦 第二件事就是 他赢得比较 高票落败呢 那个维稳 那个造势呢 是容易造的 是部署的四年后 然后又可以 打多两脚 均衡嘛 是不是啊 是不是啊 就是这些也是说的 共产党是 现在各方各面 找一些 陷家产 他说本土也好啦 或者是一些什么独立也好啦 陈国强啦 这些用来就是 偷泛民票 一票又一票啦 事实上现在 可以说立法会的议席上面 又说泛民黄金给这些就废了 又说五成半 反对派四成半建制 实际上我五成半呢 就被本土蠶食了 就是本土共啦 我也是本土的 但是我不是本土共的 那我的本土共呢 就骗紧一些 就是骗紧一月 就可能十几个percent票 十几啊 变了 共产党控制的范围 反过来 反过来 变了六成多至三成 我们只可以做这些节目 就是说 希望 捞回本土的那些年轻人的票 我希望每一个 可能我们知道有一些泛民 会听我们的节目 你在街上喊咪 你核架 然后你培训那些 可能有人帮你去做街站的 未来一两个月 有时候你就 真的会说 说现在不行咯 这些本土 经常说革命 经常说什么 喂 你们泛民的而且确 有时候我们都会 以前都会怨你 走得不够快 但是有时候我觉得 起码你步伐稳妥的时候 香港没那么快赤化 也都你们不可以说 泛民没功劳的嘛 但是你们起码你走得慢也好 你不会害死人的嘛 现在本土共那些人有什么革命啊 扔砖啊 踢劫啊 害死很多人的嘛 只是这一个点 你在街上叫说 我们泛民走得慢也好 我们没有害过一个人坐牢 这个point好啊 是不是 他们本土共 激进的 没有任何穿进的 一样 你说干服 搞了这么多东西了 你干服完一样的 那些人是在上水 周街都搞水货的 没有任何改变 但是坐牢的就不少 现在多了 越来越多年轻的人 是吧 喂 你可以说一句 我们泛民 都我们为香港人是争取的 希望就是那个抗争 可以老少咸而一起参与 起码找中求胜 喂 不会害到大家坐牢 背案底 扑街 但是问题就是 现在这些的所谓激进的本土共组织 说很多东西的 都是害死人 没有 全无穿进 他们自己都在那里唱歌啊 游行啊 完全没有分别 不是做了自己平时又说不舍做的东西 喂 其实他都是行礼如意 喂 永远大家 说真的那一句 永远有 永远有东西重复的了 那你黄毓民年年在那个教堂那个位 打个大型的街站 都是重复的 那你每次人游行员就回家 你都骂过一集了 叫你帮忙搬东西 是吧 是 叫我帮忙搬东西 他就散水 没分别的 凤虚 起码就是说 所以大家尽量要 就是 无端端变成说皇教 对于老少呢 我们继续监察他 希望他 就是不要 老少的东西自己很懂得修正的 很懂得自己 自己可以把东西 自圆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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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希望 你如果去到九月 那真的不要那么多出古灵精怪的 那我们就收声了 我觉得老少现在 是应该拿回一个良心出来 是 因为 给我们炸的 就是 就好了 是吧 我都 我告诉你们 你说梁天琦 是值得同情 这个是死罪 你再说类似的东西 你就是继续犯死罪 你便宜我 你给我个位置 我屌你 你越屌 我屌得你痒 是呀 我踩着你肩膀上 是这样的 没办法 你做些价格的事嘛 没人够敢屌你嘛 我屌嘛 我屌就我上 就等于黄毓民当年屌 司徒华而已 喂 喂 你不出价格的事 我就没得上了 没所谓的 其实我这些 我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升级 我没什么所谓 鬼鬼秘秘出下一条片 出下一条片 唉 你不做价格的事 那我这些就没得上了 我不一定要自己去红 很多人认识 我拍手掌 我真的没有这些要求 没有这些东西 但是你做价格的事 我没办法不出声说嘛 我怕你那些昂糕糕的那些中产 被你迷了 然后 哎呀 许告急真是给 漏几百一千给他 都不好 嗯 我没理由 一共产党一分一毫 没可能的 这些就是 堅壁清野 堅壁清野 你学李老蕭讲的嘛 你支持非暴力的 就堅壁清野 将这些老牧派掃除出去 你说同情 你反对你自己 不如这样吧 我又大胆一个假设 我帮老蕭说一行 我又反了传统 说一说 喂 他会不会站在一个角度看呢 哎 他知道他们收钱 大家知道什么事了 你这帮小子收了三两百万 分钟被人放进去坐牢 可能会不会这个角度动定呢 哈哈哈 唯一解释的就是 我帮你想的 何志光 哈哈哈 我帮你想的 你经常说他有苦衷 哈哈哈 哈哈哈 算够了 笑你 你可不可以这样呢 你不要赢我啦 哈哈哈 你不要像以血高民那样 又找对裸女片啊 哈哈哈 你赢我啦 是 我不想你赢我的 其实我只是随便 我不是很大欲望 是啊 人生很随便 你真的 你无端端弄这些东西 我一定会打你的 我因为我就是 在这个选举之前 我没有办法接受 就是 这样益共产党 就是这样 嗯 好了 是这么多